這個啦 Dong Girls 當中喔 OK耶 OK耶 經常在子子 那邊 近近處處 近近處處 所以子子跟張立東沒有在一起嗎 在節目上都滿害羞 可是他私底下那一幕 我就不太清楚 張立東子子抱上床 排卡物已宣召了 憲哥助攻 經常近近處處 不如最好朋友一起搬走 這段台新夢想家啦啦隊隊長子子 人稱台灣第一美兄 2月子子因為啦啦隊露底褲打屁股 干擾林書豪罰球出面道歉 結果類網友不放過 還扯出子子不是都已經 跟張立東上床了 儘管他一萬號否認 但3月31號播出的綜藝大熱門 連憲哥都秀出兩人不單純 這兩個人有點噁心 她穿情侶裝 我唯一懷疑過的女生 就是子子 東哥爾當中啊 東女啦 東哥爾 東哥爾時當中喔 不在乎 不在乎 因為他唯一可以到 他家裡面來來去去 經常在子池 那邊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就你們躲到那邊 阿樂好像從此沒有跟立東 有過一起啊 愛不到他就淡出了 有情有生活 你們的機會 對啊 就一直都很好啦 他一直都很照顧 一直都很好 一直都很好 慢慢看 看不就一雕雙 可能是能雕雙 當天同樣有上節目 私底下跟張立東 也是排咖的吳怡萱 對於這段曖昧傾訴 給出看法 所以子體跟張立東 真的有在一起嗎 沒有吧 應該還好 因為我跟立東算是排咖 所以他現在是沒有女朋友的嗎 應該是沒有 有的話他應該就不會找我打牌 他在一起約的很期望 有另外一班 應該會蠻想要珍惜 休假的時間陪伴 在節目上都蠻害羞 可是他私底下那幕 我就不太清楚 立東很誇心 是不是 倒是沾的 沒有沒有 可是他找我就是真的打牌 喔 他對妳沒有任何非分之想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怎麼會撩妹 我真的撩妹都很爛 但因為我覺得就是爛到大家覺得 哇 怎麼會這麼爛 就覺得他很有趣這樣子 反而就沒有那個距離 立東這種就會讓你卸下防備 不知不覺你就覺得 欸 這個人好像蠻有趣的喔 跟他在一起好像蠻快樂的喔 喔 對對對 因為 我是帥哥 不是啦 所以他沒有跟妳私下聊過 他很欣賞複子 想要透過妳就是 牽線或什麼的 好像沒有耶 可能因為我跟子子也比較沒有私交 喔 對啊 立東可能偶爾會問我說 欸 你們啦啦隊的人有沒有打牌 這樣 他是透過妳認識更多啦啦隊吧 其實他自己本身就認識蠻多了 啦啦隊的 對 沒有透過我 所以妳沒有被他的撩妹行動 就是行動過沒有 他也沒有撩過我 我可能不是他的菜 還是他有在撩妳都不覺得 對啊 妳可能沒有感覺 那也是有可能 因為他就是講一些妳知道 土味情話 妳就覺得很俗啊 就覺得很俗啊